Hello,大家好,我是C股井,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闻报道 今天是1月11日星期四,大家就努力加油继续工作继续生活 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光燥 今天的气温介乎17至20度,吹和缓至清净的冬至冬北风 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天文台指出,干燥的东北季后风会影响未来两三日的广东 到时天色明朗和朝早清凉 好了,和大家看看新闻 关于之前在观塘的进业街,有一名孕婦发生交通意外 目前情况不理想,因为在进行了通宵手术之后 这一名妇人的情况仍然危怠 而且说,胎儿已经保不住了 按照家属的转述,就说,BB已经没了心跳 但没了心跳,其实都要进行引流手术 现在就要等待这一名妇人苏醒才可以进行引流手术 但医生也说,其实大人的情况并不乐观 最后那名丈夫引述警方消息 其实妈妈并没有乱过马路 因为她也表示,自从太太怀孕之后 其实她自己也很小心 所以相信司机就乱开车 结果搞到撞到个孕婦 其实今次这件事真是人间悲剧 希望小的就不幸保不住 也希望妈妈可以救回 好了,下一单新闻 关于周天悦事件 之前都说,虽然情况稳定 但情况没有很转 天悦的爸爸在昨天更新社交网站 提到有不少网上评论叫她放手 让小妹妹可以舒舒服服地离去 爸爸解释说 小妹妹的生死去年 从来都不是她们做父母的能够去作主 一切都是医生按住病人最佳的利益去做决定 接着她也反驳 其实在女儿命危的时候 已经是与医生达成共识 决定在危急关头就不进行急救 她也罵部分网民说 网络欺凌可行 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 可能就是压死他们最后的一根稻草 好了,下一单新闻 卢宠某最近曝光率很高 昨天跟大家说过 有急症室的医生对着媒体就说 你搞成这样,即是难为我们前线 你叫卢宠某过来做 结果第二天 原来在昨天的时候 卢宠某真的去了 还在说这句话的医生 卢宠某就特意过去找这个医生 不过到了最后 官方那里就说他们两个是有见面的 拍了相片 但是呢 对话内容就未有披露的 那急症室加价那些就不在这里说了 想听的话就听回昨天和前天那段影片就可以了 好了,下一单新闻 之前就说有人跌了一只戒指去河那里 又说什么珠宝买卖商做直播那时 跌了一些东西下去 那最后呢 请了十个人的施工团队 又真是被他找得回 那最后呢 十名的工人就三日三夜在臭水沟那里找 找完之后呢 每个人就有七万元八万元的人民币筹路 不过这些都是专业的工作来的 因为真的那些就是你要封走水 又堆沙巴 跟着又要左滑右滑 那原本呢 这只戒指又说吹到成一千万级别 那最后找回之后呢 那麦主澄清就说了 其实呢 值一百万而已 不过呢 意义重大 因为呢 是他爸爸留给他 想着用来结婚用的戒指 那样 就是基本上呢 你这样跌一跌 你每个人有分那么多钱 你就真的不见了好几百万的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郭泰就经常被人投诉 就说航班取消 航班不准时 那样 估不到啦 HK Express 就在廉航界就能够 拿到准时率的贵军 那这个数字呢 贵军不是代表不太好 因为这个已经是亚洲No.1了 那相当之厉害了 原来有时呢 原来有时呢 搭飞机 你选择那些传统大牌呢 可能都未必够这些念航准时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鱼龙自然护理署就在昨天晚上公布 在元朗新田一个猪场的猪脊样本当中 就检测到非洲猪瘟病毒 将会安排在今个星期里面 就销毁场里面合共1,700只猪 那就是有一只猪染疫之后 就一千只猪受到牵连 那余部署就已经派完去到 试测有关猪场三公里里面的 八个猪场 哇 那最近又不知什么事了 就是突然之间 那么多那些非洲猪瘟 就出来了 接着呢 还要少了一千只猪 一千七八只 那可能呢 来着由下个星期开始 大家买菜的时候呢 那些猪价又会跪下去 还有呢 就来农历新年 那些价位可能又会拉上去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那证券及期货事务监测委员会呢 就在昨天发出公告就说了 有公众人士就向这个会举报就说了 收到一些WhatsApp的文字 那对方呢 我称就是证监会的主席雷添梁 和市场监测部执行董事梁仲言 就说了 哎呀 他们又是股评人 评论股票啊 那这样 那现在出来澄清就说了 没有 这些全部都是假的 那 总之就大把大把人在这玩这些花样 那不过老实说 现在还有什么人会玩港股呢 我都想问一下 然后那些骗徒呢 还是不断哄你 就说哎呀 买A股啦 买港股啦 哎呀 真是几千万身家都不够输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了 那为了鼓励香港人生育呢 香港政府就推出了新生婴儿奖励金 即是那个2万元 那现在呢 政府就暂时接驳4,682宗的申请 预计就将会在2月就收到这个2万元的款项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了 全香港唯一24小时营业 就以无人商店模式营运的独立二手书店 叫做偏见书店 就在昨天在社交平台公布了 他们就收到地政总署的通知 就说了 位于官堂公下的书店就违反地底 需要在今个月底之前就搬走 你都听得到大概这间书店应该是什么颜色的了 好了 下一单新闻了 和落居的相关事件 有一个职员被人控告他成37条罪 这一名的被告在警戒之下就说了 自己是因为犯案的时候情绪不稳 失控发怒 或者叫做为了惩罚小朋友 这一个46岁的照顾员叫做赵永恩 当中的情节我也不方便说出来 但总之这些人渣最好终身监禁 好了 下一单新闻了 在天水围的天耀邨有一名被通缉的男子 和他们家人就因为钱而发生争执 一言不合用赛刀砍桌砍桌砍桌 最后被人抓了 事发就在昨天的早上7点23分 警方接报就说 一名33岁姓劉的男子早前就和家人因为金钱的问题争执 期间华尔手持赛刀摧毁了一张餐桌和灯 警方到场就没收了那把赛刀 跟着又拉了那个人 调查之后就发现这名男子原来是欠交罚款 所以顺便再拉他 好了 下一单新闻了 由屋宇署和食环署组成的滕水调查联合办事处 截至去年9月 合共接获34,000宗的举报个案 过去几年大约七成的个案 可以在三个月内完成调查 并且告知结果 对于有另外三成的个案 需要用时超过三个月 A4联盟的立法会成员杨永杰表示 渗水办的跟进程序非常繁复 虽时较长 导致累积了大量的个案 促请渗水办访效公证行 利用科技加快调查进度 人家公证行就是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一定是跟你快的 有什么最新的科技 只要合用好用够便宜 就不会跟你说 我还是用十几年前的那部机 没有 人家为了要有效率 为了早点收钱 为了建立自己的口碑 什么都快 所以有时候 如果可以将部分处理投诉的部门 例如说 你处理到一宗投诉的 会有奖金 然后又可以在程序上放宽 然后又给他们多些资源 他们买一些先进一些工具 香港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纷争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内地媒体叫做极木新闻 在昨日的报道 科兴疫苗已经停产了 负责新冠疫苗的相关员工 他们已经停止发放工作职效 即是什么呢 即是表示工作的bonus 或者叫做奖金 相信原本负责科兴疫苗的工作人员 都会分配到其他疫苗产房 做回他们以前原先的工作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黎智英案继续开审 在昨日控方在庭上读出 国安处高级督策的书面公词 披露了黎智英 就长年资助本地和海外的政治团体 包括曾经是透过助手 Mark Simon的银行户后 向不同的政治组织 去提供可疑用途的结资金 另外也有他名下的加拿大公司 向民主党、公民党、欧乐軒等 多名的政治团体或人士汇款 合共超过2000万 另外黎智英本人 也曾经向美国前副国防部长转账175万 也向香港教区荣优主教陈日君转账350万 黎智英就说 否认对于所有事情就没话好说 那些银行户口都被人断正 我在想 黎智英这些查查查查的时候 会不会最后查完 便说 原来黎智英有付钱赞助KOL 出来说话 因为有些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 但井仔私底下收集了证据 寄生虫和苹果日报 偶段撕连 有些照片他自己隐藏了 期待将来查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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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方面 在面头上 黎智英的案件很久 可能審了一年 到时就慢慢看看还有什么 那些事件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段崇智辞职 我们的局长蔡若连就表示 这是校长的个人决定 这件事就和校董会的改组无关 总之中大就按照着他们的既定程序 去展开校长的招聘工作 基本上你见到社会上能够 有资格公开出声的人 其实都没有人是流乱 没有人是怀念段崇智 大家都是很冷漠对待 即是没有在公开场合踩你两句 其实已经算是有口德那种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政府早前提出 将现时的香港科学馆 改建成为国家发展成就馆 并且将科学馆 搬到沙田文化博物馆的宴址 将原来的文化博物馆杀馆 然后文化及体育旅游局局长 昨天在立法会上重新方案的初步构施 总之都会另立地方开到其他馆 还有议员说 既然要搬 将一些馆搬到北部都会区那边 叫做振兴下那边 这些馆搬完之后 可能我的儿子也十岁了 即是我不是开玩笑 就算我现在没有女朋友也好 但是通常搞这些馆 由他慢慢扣司 接着再密地 再请人 再找人 再兴建 去到真的可以被人去的时候 起码15年打后 好了 下一单新闻 之前就说 在机场那里有个26岁的男子 穿着那些印着光时字眼的T恤 最后就被国安抓了 其后也在他随身物品那里 找到有三面的光时旗帜 最后这个人就在昨天在西九龙法院判刑 总裁判官苏惠德就说 这个人穿着这些衣服 然后特意在人多的地方游走 属于明知故犯 所以被判囚三个月 这些人抵死 自己穿着这件衣服到处走 搞到自己这样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深水埗就发生了闭门失火意外 在今日近凌晨4点的时候 警方接获多人报案就说 在桂林街129至131号的小食店 冒烟起火 附近有90名居民需要疏散 消防也接报到场 出动了一条猴和一队煙霧队 最终将火破释 经过调查之后就相信是电线短路惹 事件当中就无人受伤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在昨日他们的新界南交通警区 在沙田打击非法白牌车 警员就桥庄旅客 在沙田登上一架 经过网上平台预约的七人车 经过调查之后 发现这架车就没有出租汽车許可证 除了的士 你哪会有出租汽车許可证 去到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警员就以现金缴附车资 随即表露身份 拘捕这一名35岁的司机 即是说人家由沙田车到你去机场 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就直接抓人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在昨日的早上11点 一名57岁店铺女负责人 在她位于荃湾村龙街的店铺里面 华而被人偷走了一部价值2300元的手机 和850元的现金 事主发现后就即场呼叫 尝试去追捷一名华尔涉案男子 荃湾警区的警员就在附近听到事主的呼叫 于是就展开追捷 于是就在仲安街那里 就拘捕了一个62岁的内地男子 涉嫌导师 这一个人就是持商情证来讲的 坐牢后才好上去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凌晨5点54分 警方就接获官堂丽港城一名保安保安 就说她的女同事就昏倒昏迷 事主就姓真65岁 被送往联合医院救治 其后亦都被证实死亡 死因就有待进一步化验 据了解 死者就在丽港城任职保安园超过5年 患有高血压多年 有定期覆诊 好了下一单新闻 鸿瀚发生了打架案 今天凌晨4点 在码头围道37至39号的鸿瀚廣 一间机店 人家打算收铺 两名男职员 要求一名年约50岁的旅客人离开 但是惹来对方不满 双方发生争执 期间女子遇襲之余 还被人摔落地下 于是她用水喉鉗等等的硬物 襲击29岁姓李的男职员 情空后逃去无中 于是报警求助 警员到场翻查闭路电视 最后也追缺这名的妇人 五十多岁还这么迷打机 还要搞到双方争执 其实也挺搞笑的 究竟什么事呢 下一单新闻 湾仔发生有男子危坐追讨人工事件 昨天晚上7点 有三名男子危站在湾仔的 牵尼斯道和马斯道交界的 一座大厦三楼平台边缘 并且展示无量雇主 有行出无量出八底红字的标语 标语上也怀疑是建筑公司的名字 救护人员接报港自现场 消防也在楼下张开救生器展戒备 去到晚上8点时 市主经过在场人员劝道后 态度软化 由消防员和警员协助下返回安全位置 现场消息指 涉事楼宇正在装修 市主危坐期间大叫无量出等等的口号 据了解三名市主年龄介乎46至54 合共被拖欠薪金大约20万 下一单新闻 警方表示 第二,荃湾警区联和入警署的警员 在昨日展开了掃黄行动 在仲安街、河背街、川龙街一带 拘捕了21名年龄介乎23至56岁的内地女子 被捕的女子正被扣留调查 据了解,她们是来自广东、广西和黑龙江等地方 下一单新闻 警方表示 他们在昨天在深水埗打击交通违规的事情 最后捉到一名非华裔的男子 驾驶非法的电动车 未有登记车牌 没有买第三者保险等 被捕了 下一单新闻 大埔警员经过深入调查 在昨天的傍晚 突击搜查了一个 一个位于上水新勤街的楼上单位 被捕破了一个非法麻雀倒档 检获了两张电动麻雀台 四库的麻雀倒具 一批傢俬 还有1300元的现金 接着在单位里拉了9个人 下一单新闻 由尖望的警员 根据情报 在前天突击搜查 荃湾路德维的一个住所 在里面又找到一批非法药物 总值6万元 单位里面 一个17岁的本地男童 和16岁的本地女童被捕了 警方强调正在积极调查案件 特别会针对找年轻人去工作的人 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 对于17岁16岁来说 如果你跟他说 这样可以赚到几万元的时候 确实会有些人受不了誘惑 特别就是说 如果可能在学业上不太顺利 更加容易会受到誘惑出事 下一单新闻 香港海关在9号 在香港国际机场 侵破了一宗旅客 用行李去藏有非法药物的案件 关元为一个从英国伦敦 飞来香港的29岁男子清关的时候 发现他寄仓行李中 一本书是有夹层的 最后打开本书看看 里面藏有一公斤的药 估计市值一百万 最后警方拘捕了这一名男子 下一单新闻 香港海关在9号 在罗马洲支线管制站 侵破了一宗 入境旅客 运送未经申报的外币 研钞事件 有一名62岁女子 她身上穿了一件特製衣服 身上有很多袋 插着一袋一袋一袋的港币 最后经过点算就发现 然后被人拘捕了 因为有规则写明 是不可以带超过12万港币 总之这些非法偷运现金 总之被人拘捕了 还有大家不要以为违规被人收了些钱 算数 除了罚款之外 亦都需要监禁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早前锁定了一个 由有三合会背景的男子牵头 向九龙区提供非法药物的犯药集团 接着在9号展开拘捕行动 破获了这个集团在 在官塘、将军澳和深水堡的 非法药物储存仓库和制作工场 最后找到的约总值200万 另外也找到一些武器、伸宿棍和电枪 年龄介乎25至52岁的两男三女被人拘捕了 警方形容集团的架构相当精密 而且是租用不同的单位去营运 增加了警方的追查难度 警方相信他们的行动已经是 将整个集团的上下游成员一望打尽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西环在昨天下午有人堕楼 警方在下午3点接报说 一名女子从西环高阶六星大楼高处 跌落低层的天井 救护人员到场后 就证实已离开了 有相信是事主的亲友女子 就在楼下伤心痛哭 警员调查后 证实死者是一个86岁姓郑的老虎 也在现场带走了一些证物 据了解死者是有精神病记录 同工人姐姐住在同一个单位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早上7点15分 警方接获一名用16岁姓黎的男子报案 就说在深水埗福荣街40号一个单位 和另一名男子因为感情问题发生争执 即是他们不是说两名男子他们有感情问题 是说他们同时爱上同一名的女子 于是大家打架 其中一名男子用手襲击别人之后 涂之夭夭 所以那名56岁姓黎的男子才报案 他们互不相识 是因为他人而发生争执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中午12点07分 一个17岁的少年报案就说 他一个18岁姓梁的女同学 在葵坊的新葵街1至11号近着车房位置 被另一名男同学拳打 救护人员到场后 发现视主眼部有两处的伤口 每一个伤口大约3至4厘米 将他送到马加连医院治理 正在调查事件 以及追缺一个年约18至25岁的 非华裔男疑犯 好了 下一单新闻 流亡英国的前英国驻 香港总领事馆职员郑文杰 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 以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在去年12月第二度遭到香港国安署通缩 圆红100万 郑文杰父亲在昨天去到屯门青山警署协助调查 然后到12点半郑富离开警署 他向记者表示 今次去到警署只是为了协助调查案件 据了解 国安署的人在昨天搜查郑文杰父母和她两个姐姐 位于屯门的住所 并且分别将他们带回警署 调查他们 究竟有没有以任何的形式 跟郑文杰有任何的联系 又或者是金钱的往来 所以这些就真是害了自己的家人 自己就在英国风流快活 但是就搞到其他认识自己的人一身艾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早上10点14分 一架私家车停泊在跑马地的玉兽街113号 车主回来时就发现 车被淋了白油 不过就不是淋很多 是说一点一点那种 华而是租人刑事毁坏 于是就报警求助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 相信是说 不是有人特意搞你 是楼上装修 意外滴了白油到你的车 所以就不牵涉刑事成犯 如果你要追讨的话 你就自己跟楼上装修的单位 就民事追讨 下一单新闻 在昨天的早上7点14分 在山顶的嘉烈山道38号的七重天大厦 有菲律宾籍外傭发现 单位露台有窗户被叫 单位亦有被手掠的痕跡 华而昨天晚上有责人潜入 并且破坏爆市 于是就通知保安 警方到场调查 发现原来另外一个单位的菲律宾籍外傭 表示 哎呀sir 我的单位都是被人手掠 警方翻查币路电视了解 相信事件是属于连环爆市 经过调查之后 其中一个单位的住户 損失了一只20万手标 和一批金器大约10万元 总损失仍在调查中 据了解 两个余舍的单位都是低层单位 翻查资料 这些山顶的七重天大厦 在1965年2月入伙 只有21个单位 难怪会成为匪徒落手的地方 好了 跟进最下一单国际新闻 关于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他就前列线癌 前列线只有男性才有 目前就说他的情况良好 但是仍未出院 这件事都闹起了不少风波 不过有消息就说 拜登仍然很支持奥斯丁 我昨天做了一些资料搜集 就发现原来奥斯丁 是美国这么久以来 是第一个黑人国防部部长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们待会再见 好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四 好 是这样 拜拜